作家吴淡如除了写作 对投资也颇有见解 在多地都有质产 不过近日他就发文澄清了 自己在巴黎岛质产的乌龙传闻 他透露侯文勇的妻子 某次要去巴黎岛 并询问能不能借住在他的别墅 跟表示之前去巴黎岛旅游时 导游指着某间很漂亮的别墅 说是吴淡如的房子 让他感到一头雾水 吴淡如回想起 早期曾主持过一档旅游节目 期间有位导游表示 当地房子很便宜 并询问他有没有兴趣购买 不过由于外国人 不能持有印尼的房子 因此对方还主动表示 可以帮忙持有 他认为即使房价再便宜 但不能买在自己的名下 就像是把自己的钱 全部放在别人的包包里 因此最终并没有答应投资 但他在巴黎岛买别墅的传言 仍逐渐传开 让他感到十分无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